大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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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給大家看一下 做卷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出這個雜卷了之後呢 這個木耳就不能正常生長了 這個可能回鍋要重新做一下 才能變為正常的 你就在賞個棚子呀 五個裡頭出多少雜卷 三萬多 三萬多大雷 賠了一萬多塊錢呀 一萬多塊錢 三萬多就五萬塊錢 五萬多塊錢啊 那兩個棚子在哪兒了 拉完了 在那邊了 拉沒了 頭拉完了 一會兒這個準備拉哪兒呀 拉前面大鍋子 一會兒炕上去吧 你那多大一堆了 反正全都拔完了 得前頭挖一車 前頭挖一車 這個木耳菌袋 做不好 它就容易出現這個雜卷 這一個袋的成本 大概能合到一塊五多 放這裏看看 這一個全製造 還有那一面 啊 小雯涮啊 嗯 剛才我大姑也挖了一點 還沒出來呢 完全的 你看這 這夠好了 嗯 挺好 嗯 明天後天我也去挖去 挖了 挺拉低的 到那邊 那邊有 那邊 你們架子別有 像這個雜卷 基本上每家都會有 但是這個量不會太多 像他家這個就特別多了 像這個看到了嗎 表面有綠色這個 這就是屬於雜卷的一種 這樣就不合格 都給他重新再回鍋 高溫再給他殺菌 蒸一下 這底下都鋪的塑料布 老闆娘都騎著上場 老闆娘給老闆娘丟人的 誰叫老闆娘燒嘴 那不保證後勤工作嗎 人家老闆娘都不幹活 我們這就是打工的 老闆不也幹活了嗎 今年還行去年 去年扔的多 去年 今年扔的還算少了呢 去年那一個棚子 只有那棚子 你那會沒回來呢吧 嗯 那一個棚子就扔兩萬多 阿姨們就在把這個袋 給他扒下來 然後單獨收集起來 菌到時候會拉到這個棚子裡 進行高溫殺菌 這也是準備打碎哥裡頭的 不對這是劉備雞 劉備雞的 那單獨那個菌 到時候單獨給他蒸就行啊 他得對飼料 他得對飼料 那成本不又增加了嗎 增加 不管人工費 人工費也沒 就不少錢 不少錢 你家還有四毛多 你家今年做多少說 啊 你家今年做多少 做了三十萬 三十五萬 三十五萬袋 你家剛六七十萬 江湾就扒了 八十多萬 你家金瓦都扒了 你這挺有錢啊 哈哈 一塊五一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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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五十來萬嗎 那不是只做碗 那是只做碗 哪是只做碗 太鲜了 这又一大堆 像这个鼠是我们这儿的属于墨尔带头人 像我们这个地方种墨尔 家家种墨尔的技术都是他教的 属于他把这个墨尔产业引到我们这个屯的 现在全屯的基本上大部分人都在种植墨尔 只有几家没做 好我是大雷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 谢谢